澳秦联合招商推介代表团近日走进新加坡 举行招商推介 高新科技产业专场推介 大健康产业专场推介 重点企业专场 以及秦澳会展推介洽谈会 共邀请超过140家新加坡企业代表餐会 活动围绕澳秦重点产业发展方向 寻求合作机遇 探讨用好秦澳一体化发展机遇 开展产业链 创新链上的国际合作 新加坡作为中国最大主要的投资目的地 自2013年起成为中国最大的外来投资国 希望通过推介 加强3D在科技产业 大健康产业 旅游产业 会展产业 等方面的合作和发展 我们跟今次的环保企叫UniCourse 它做个类3的 它已经初步订了 会参加我们的展览 我们立刻叫同事 即时对接 有两间旅行社 它专门做商务业商务团 我们已经找了它们 做我们十月份国际贸易投资展的 商务旅行团 还有一个做生物制育的 今年六月份有两个团 已经要来香港 澳门 我们已经联络了澳门旅游国 帮它提供insensitive meeting的资助 所以非常之嘔吓 通过推介 黑谈 给大家更一步进入双向交流 我相信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对接不同 同时为持续推进会展业国际化发展 和一展两地的优势 在秦澳会展推介洽谈会中 也向约40位新加坡会展业界 皆具有潜力的活动组织者 推介澳门捷恒情 会展软硬件的优势 并与洽谈企业建立阶段性洽谈成果